第十四题,十四题,十五题是题主,绿化钙是一种溶于水会完全解离的物质,若将两木耳的绿化钙放入一公升的水中,请回答十四到第十五题,第十四题是问,绿化钙完全解离后,水容易会增加多少木耳的离子,那我们晓得绿化钙呢,是CACL2,它在水中解离会产生C2症,跟两个绿离子2CL负,所以如果有一木耳的绿化钙, 就会产生一木耳的钙离子跟两木耳的绿离子,那么题目里面给我们两木耳的绿化钙,所以就会产生两木耳的钙离子跟四木耳的绿离子,以此第十四题,我们说水容易中会增加多少木耳的离子,我们答案选的是B,两木耳的钙离子,四木耳的绿离子